网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我在 我现在呢 要给大家朗读哈 我在读神宣的时候 创作一集宋主诗歌 那么这集宋主诗歌呢 有九个部分 九章组成 也可以说是里面的九首 那么这样呢 我在创作的时候 首先用中文创作 后来呢 又翻译成英文和日文 那么我曾经呢 把这一集宋主诗歌呢 放到这个新浪 这个博客 放到这个百度 他的博客上 当时呢 有很多的人来看 我也曾经呢 把他这个 让这个主内的同工 这个还有主内弟兄姊妹 大审讯院的教授 一起来看 来评估啊 看看这首宋主诗歌 这集宋主诗歌怎么样 不少的人呢 还觉得这个 踏实的号 非常有感动 我最感到这首诗歌呢 感到这个值得 这个骄傲的地方呢 就是说他 把我这个爱神的心 给表达出来 爱主爱情的心 而且呢 这个 那么我呢 这个负担 就是说传播福音 让大家认识这位真神 那么在创作这首 这首诗 这一集啊 宋主诗歌呢 虽然短 但是呢 他把圣经的主要的核心内容啊 做了一个很高的概括 对不对 很高的概括 用诗歌的形式 那么呢 在短短的时间里 如果呢 你好好听一听的话 你就知道 圣经在讲什么 所以呢 这个也就有 用这个宋主诗歌 来传播福音 还是蛮有意义的 好不好 那么因为这首宋主诗歌 这个诗集啊 他这个 这个有九部分组成 但是各个部分 长短不一 那为了适应这个网上啊 大家这个时间 那个观念 这个不能 这个没有太多的时间 这个来听啊 有的时候可能 全部听的话 需要17分钟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我现在就有三分钟 怎么办 是吧 所以我呢 这个把这个长的呢 单独啊 给大家网读 然后短的呢 我就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现在呢 还有这个第八部分 和第九部分 所以呢 我就把它合在一起了 好不好 希望你喜欢啊 那个第八部分呢 是赞美主的死和复活 好不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啊 第八部分 赞美主的死和复活 主啊 我还要赞美你的死 那是你天赋使命的完成 是你拯救人类的伟大 是天赋上帝的呼唤 那是你的向往和归宿 主啊 我还要赞美你的复活 那是天赋上帝的大能 那是你永恒生命的开始 那是我们获救的盼望 上面呢 上面呢 就是宋主诗歌的第八部分 赞美主的死和复活 后面呢 那么我们紧跟着 就给大家朗读啊 宋主诗歌的最后一部分 第九部分 那么 你也猜出了 大概我要朗读什么了 第九部分是 赞美三一真神 请大家好好听啊 OK 主啊 我还要赞美圣父 圣子和圣灵 赞美圣父 赐下真神 赞美圣子 赎罪救恩 那么赞美圣灵 感动万众 赞美真神 万福之源 天下万众都来送赞 赞美圣父 圣子与圣灵 阿们 那么呢 这个我在这个 赌神学院的时候 2012年 2013年啊 这个之间 所创作的这个 九 九 九章的这个 宋主诗歌 这个诗歌集呢 简单诗歌集呢 就给大家朗读完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益处 希望你喜欢 这个 如果你喜欢 请你呢 转发点赞 转发给你的朋友 发到不同的群里 然后呢 这个 如果你的朋友呢 对这个 读不懂中文 听不懂中文 那么呢 我们有英文和日文 那么下面呢 我会在这个 浩然信仰 人生频道里 挂载这个 英文呢 也转发出去 好不好 让我们一同来 传播福音 造就 这个建造教会 那完成大使命 那盼望主耶稣 快快的再来 再住在我们呢 这个住在新天新地里 好不好 有无比的喜悦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